大家好,我是朱一轩 此时此刻,我正身处北京的春天里 彼时彼刻,我的家人正身处上海的战役中 母亲报名成为了小区志愿者 有时凌晨四点就要起床 在烈日下一家一家的敲门 搬着一袋一袋的物资送到每一户居民 看着他和一群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每天忙碌着 那些汗水透着照片都能看到 那种有心无力的担心,让我更加揪心 奋得插着翅膀飞回家,和他一起守护我们的家人 掩着台湾的奶奶不但担心着我们 而且也牵挂着上海的疫情 为了缓解他的胶着,安抚他的情绪 我抽空就会给他老人家打电话,报个平安 告诉他我们一切都好 大家都在努力抗护,请他放心 听到他的声音渐渐变得明亮 我的心头也变得快乐起来 感觉到爱在身体里奔远 感受到了两岸一家庭的温暖和力量 虽然现在闲工的还很紧 那些奔赴在一线的大白河志愿者们 更是争分夺秒地和病毒抢时间 即使疲惫不堪,也依旧昂首挺胸 此时我不能用实际行动守护上海 可我想用我的声音来为上海加油助威 上海,你在我心中永远自信灿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